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收听 Steven 早 早 各位亲自朋友 大家好 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每个月的这一次和Steven在空中一起讨论 都有听众朋友 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在稍早提出问题的这一些朋友们都获益匪浅 而其他的听众也因为Steven的分析能够得到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话我们要一开始 我就想先请Steven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六月下旬 六月底了 事实上六月底 马上我们就进入七月份了 我们有朋友在想要问一下的 这是关于在现在第一个就要问一下 这是否最近常常听到学生贷款要被减免了 学生贷款要被减免了 我们就有听众说这学生贷款被减免了 那学生不用这个就是他不用去还这个贷款了 对于父母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他说讲是讲他儿子借钱 他说是儿子的名字借钱 但是呢是老爹老娘要还啊 他说那这个样子他减免了 是不是我可以有好处呢 所以这个我想第一个既有一些些confuse 我不大懂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学生贷款如果说是儿子借钱 那应该是儿子贷款是从他的名字下面移除 跟父母有关系吗 哦他是这样子的 他的问题当然我是觉得有点不太非常明确 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是这样子 如果说贷款的话 所谓的学生贷款 那么是以学生的名义去贷款的 它并不是说偿还能力来算的 这个贷款跟我们其他贷款不太一样 是以你的需求 就是说因为如果就是这个孩子 如果要上大学 学费家里头家长的收入 不可能完全支付 或者是部分不能支付的话 那么他就是说会给你贷款 这个贷款是贷给这个学生的 那么还呢 并没有说谁 就是说一定要那个家长还 或者他理论上就是这个孩子 将来毕业以后才要还的 具体的怎么还呢 我不是很清楚 大概知道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是非常 就是说updated的一个模型 我记得是孩子毕业以后 找到工作以后 半年以后 就必须要开始还款 就是说 是 但是我对不起 我打个岔 因为通常来讲 如果是学生 他是属于full time student 那么当然不可能去工作 来这个付自己的学杂费 生活费 所以一定是爹娘 在这里当后盾 那么如果说整个的经济 这个financial的情况 并不好的家庭 那一定得要去申请学生贷款 那么这个学生贷款 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就是 以这一个学生 就算他那个 他是full time student 名字是在他身上 而不会影响到父母 并不是说 我的儿子 我女儿现在是full time student 他们这个贷款 由我来申请 然后我把这个钱 拿到了以后来给他 不是的 这个贷款人 实际上是学生本人 而不是家庭 所以将来还的时候 这不是家长的责任 并不是说 是家长必须去还 而是孩子必须去还 当然 如果家长愿意替他还 那当然是没问题了 将来就是说 需要还了 孩子呢也工作了 但是呢 可能孩子的工作收入 也不是很多 那么觉得还不还困难 或者爸爸妈妈希望帮 幸福帮助的孩子的时候 那么爸爸妈妈去还 是没关系的 甚至任何一个人 愿意帮他还都可以 我记得我有个好朋友 他女儿 如果那个医学院 最后贷款大概有20多万 20多万 他自己工作以后 就被慢慢的还了 后来他结婚了 结婚以后 他的先生说 没关系 他说我来帮你一次性还掉 所以呢 他先生就 一下子就把他的20多万给还了 就是说 那没关系 反正只要有人还就行 OK 所以说贷款是学生 是儿子孩子的名字 但是还款 不管是谁 反正你只要还钱来 我管你是谁还 只要把这笔钱还给我 合法的还给我就好了 我不管你是哪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 你还给我就行了 意思 是 这个跟我们欠了税务局的税 谁去还这个税也一样 责任是 比如说我欠的税 那么这我的责任 我必须去还 如果我还不起 如果有朋友说 帮我还 那没问题的 任何一个人 其实很多人朋友会说 我那个报税 要交钱了 那我如果现在手头没有钱 我爸爸妈妈可以帮我还吗 我兄弟姐妹可以吗 我说没有 任何人的支票 帮你写付款以后 只要在资料上说明为谁付 就行了 根本跟那个付款人是谁 税务局是根本不管的 他只认钱 而不认识谁的钱 OK 所以这个 刚才Steven讲了一句话 朋友们耳朵有没有突然一下 愣一下 听起来叫做只认钱 什么都不认 我就认钱 IRS贷款 就是我只认钱 哪个银行借了学生贷款 给你孩子 他只认钱 他不管这个是什么 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重点 主要就是目的 因为税务局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税收回来 所以说 谁替你付 他并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还有说 我如果欠了税务局 又看到这种情况 尤其商业公司经营 如果正好碰到问题的 我还不起 哎呀那怎么办 我还不起 会不会税务局把我给抓起来 让我坐牢去 这个可能性非常少 除非他认为你是恶意的 是故意的要隐瞒 然后呢要欠税 那么他会告你 那么按照规定来讲 税务法来讲 他可以说 又可以让你发款 同时呢 也可以让你 就是说坐牢 这样子做 或者两个 同时都有 都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理论上来讲 税务局的目的 不是这个 让你坐牢 因为呢 他很少会真正让你坐牢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会开玩笑说 税务局是要钱 不要命 因为你的命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只要你活着 他能让他将来能够收到你该还的费 他就行了 OK 所以朋友们记得 记得 好 那么回答了我们听众朋友关于学生贷款 记得是你的孩子的名字 是他来承担这一个贷款 以及在日后毕业找到工作以后的还款 当然了你要帮他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他的贷款跟 减免在他身上跟你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你不会因为他的减免或他的贷款 你有任何的 在你的税务方面有任何的影响 有任何的变动 因为是两个分开的 所以这个 这个刚才就是讲到 就他忘掉了那个问题 家长说自己 家长有什么样的那个好处 这个倒是跟家长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贷款还款 是你这钱已经用掉了 至于说在税上的好处 是您贷了款 去交了学费 因为贷款是您的贷款 也就相当于自己把钱掏出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这个孩子 还是这个家长的 dependent的报税的时候 那么拿那个所谓的 education credit的时候 那么就得由家长保税 去享用这个credit 所以这个一点不影响 他该拿的这个credit 并不是说孩子自己去还款了 我就不可以了 因为他在 就是使用这个credit的时候 就是说 主报人可以 比如说 这个孩子是我的 那么在报税的时候 他是我的credit 那么我在报税的时候 可以享用这个credit 如果我孩子自己有收入 他自己单独去报税了 那么这个享用呢 就是说我孩子自己享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报税的时候 分到具体情况的时候 有一种情况 爸爸妈妈收入比较高了 高了以后呢 你不可以享用credit 虽然你帮孩子交了这个学费 或者是贷款了 反正总而言之 交了这个学费了 但是因为你说入高 他就不给你这个credit 那怎么办呢 好在那个如果大学 就等科的一到四年 头四年的那个学费吧 他有 他叫 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or 这个的话呢 他如果你有税 那么就几岁 没有底税的话 其中的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可以作为 refundable 也就可以还给你的 那个时候呢 如果真的 就是家长这边 根本用不了 因为收入高了 那没关系 你只要让小孩子 自己去单独报税 哪怕他没有任何收入 不用交税 至少 那个一千块钱的 refundable credit 你可以把它拿回来 当然 这样的话呢 家长的那个 所谓dependent的 那个credit 其中的tax credit 那个500块钱 就拿不到了 那当然了 你拿一天 总比拿500毫 所以呢 就会这样处理一下 OK 好 好的 那么谢谢 Steven的分析 那么下面有位听众 提示 现在进来的这个问题 他说 他是房东 他有房子在出租 他说 别人朋友告诉他 他说 为什么 他说人家 知道他出租房子 还居然还要交税 这个房子方面 还会要报税 他说 他是白 被朋友骂白痴 朋友说 怎么可能 你出租房子 你应该完全不要交税 还要退税呢 怎么可能 你还会要去交税 这不对 不对 绝对不对 你一定 他说 作业程序有问题 你真的是 当了那么久 房东还居然不知道 你这个还 拼命在 每年在固定 就是在 他这个出租房子 因为有房租的收入嘛 所以呢 他会要交税 他说这不对 朋友跟他讲 就告诉他 他完全错误 作业程序完全错误 所以他今天提出来 他说 请问一下姚会计师 他到底哪点错了 是否他过去 他说过去这十年 他都当了白痴了 不一定 说是 出租房子不用交税 那是普遍现象 就等于说是 因为出租房子 大家知道有几个情况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在德州的话 基产税是比较高的 那么如果不是自己住的房子 基产税就是没有任何减免 那么正常来讲 看不同的地方了 老的区域 那么可能在2.5%左右 对不对 那么新的区域 单独收一些特殊的税 因为在建设中 政府发放那些帮要还钱 所以那个税率 就可能到3.5%更高 这是一个 其次呢 就是说我们 你买房 那个出租给大家房子的时候 房子肯定是要买保险 这一个开支 社区费 社区费的话 有些营区的社区费 是相当高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又会有个1% 大2%的开支 OK 然后呢 还有 还有一些更多的开支的话 如果法制为了投资上 可以投入更少的金额汇报 我们可以贷款 贷款会有利息 利息的话大家知道 我们的一般普通利息的话 以前这段时间非常非常低 可能3% 因为如果出租房子 如果投资的会稍微高一点点 是 那么最近的那个利率也提高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又是个开支 也就是说 你七七八八加起来 可能会有个 78%的那个开支 就是说按房价的种 就是说我这个房子的那个价值 比如说是50万的话 或者这样的话 那么那么5%就是2500了 对不对 那么 那这个开支了 再加上呢 有那个房子出售的时候 有个特殊的现象 你虽然买房子没有 比如说这房子50万的房子 我没有 掏50万 我掏了20万是一个投款 30万是贷款的 但是呢 你在那个开支的时候 做的所谓的执救 执救的话 并不是因为你掏20万 只能用20万来执救 它还是真正的用50万来做执救 当然要去掉地的价钱 地的价 因为地是不会执救的嘛 不会坏掉的 有房产在那个 它会慢慢地旧了 或者钱 所以呢 比如说你50万的房子 20万是低到30万就可以执救 30万执救的话 如果出租房的话 也算是27.5年的执救率 也就是说 分27年半来执救 那么又有一万多块钱的开支 这开支你虽然没有掏出去 但是呢 在薄税的时候 已经坛生的开支了 有种回事 这样一弄的话 房租的输出的收入的话 大部分都给它提掉了 甚至产生亏损 很多情况是不会产生亏损的 尤其是贷款比较高的时候 贷款过了一阵子 还得差不多了 那可能就没有了 那么你就会要 真正的税务上的盈利 就Taxical Income了 那么还有 一些朋友的话 他就说 用现款去买的 没有贷款 那么可能就会产生 真正的Taxical Income 所以一个出租房子的房东 报税的时候 是不是不需要报税 就是没有Taxical Income 或者甚至有亏损 可以用来抵税 这个的话呢 一个个案 不是说一定不用交税 或者一定要交税 完全是因人而异 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说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 你放心 你不是唯一一个 这个出租房东 还要交税的 刚才会计师 也做了一个分析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刚才 Steven你谈到了 折旧 depreciation 那么这一些的 depreciation 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都讲到 这个是车子 你用的这个 身材工具 电脑 或者是说 这些其他用具 我们电视 我们会有depreciation 房子会有depreciation吗 一样的道理 它所谓 在税务上 的depreciation的概念 是为了让你 少小税 对不对 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用来 就是说 你这个开支 跟你挣钱有关 你没有这个开支 就挣不到这个钱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这个汽车 那么就不能去运货 股市里头 对不对 那么做不成生意 所以呢 那个汽车 你买来的 那个卡车 或者是运货的 就是说 一般来就是说 七年可以做直救 你作为一个房东 租租房子 是你为了挣钱 你为了挣钱 你没有房子 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那个房子去直救 都是正常的现象 所以房子也可以直救 它并不是说 哪一类的东西 可以直救 不可以直救 当然了 刚才我们说到的地皮 这个土地是没法直救的 火烧不了 雷听不了 房子甚至被洪水冲掉了 那地还在 所以这个地的价值是不可以用来 只有上面的那个 我们叫做structure 就是说那个房子的本身 就是你在地上盖起来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若干燃以后会坏掉 那么这边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时候 房子趁坏了 要换屋顶了 换地毯了 这些东西 他也认为你出租的时候 必要的开支 就是说这个地皮 那个地上的那个地毯救了 对不对 伤了 坏了 那你不换的话 没人会住你的房子 对不对 对 所以这都是你的开支 房子里头 冰箱可能坏了 要换掉 洗碗机坏了 要换掉 炉台坏了 要换掉 屋顶坏了 要换 通通是开支 所以都可以用来 击税 就等于说 以你的收入 就等于说 你收的租金 比如一个月 3000块钱的租金 我这个月 修了一个什么东西 花了2000块 那么我这个月 等于上 进门拿到的 有一千块 但是呢 如果我还有一年 平均下来一年 比如说 有一万块钱的 那个执救 然后呢 平均到每个月的话 也有八九百块钱 那么这样一弄的话 哎呦 我就剩下 有一两百块钱可以挣 那么我还要 交那个社区费 还要交保险费 这一弄的话 我已经是不赚钱 甚至亏损 所以是要这样子 来整体来看的 而不是说 我们就像 我这部车子 反正我买了以后 如果是在商用 只要买过来了以后 从我开的第一天开始 就开始往下折旧了 就可以抱折旧了 对 所以就出租房的话 不完全是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的话 在一般的房东 如果是出租房子的 这样子的房东来讲的话 最要怎么讲 应该要说是 怎么样子是把他的折旧 在因为你折旧之后 当你在未来 你要再卖这栋房子的时候 或者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是不是会因为你以前 报过这些折旧 折损 所以你的卖价 就会要有所下降调整 人家卖35万 但是你因为折旧了 这个那个 过去20年 你折旧了这么多东西 所以你这个房子 最多只能够卖25万 不是这样的 房子卖的时候 跟你的用户的持旧 没有直接关系 而卖房子 我们叫做这种 不是说跟买有机东西一样 汽车 比如说你旧了 马上帝家这等年 房子买的时候 很有趣 你新房子买的时候 比如说50万这个房子 买了 对不对 那我用了30年了 那人家说 30年了 你这个房子 多旧的这个样子了 那你可能只能买 卖掉 比如卖掉 这个30万了 那不是呢 你房子是旧了 来造的时候 这个房子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这个例子 就是20万的币 30万的房子造起来 对不对 那么50万 好 我用了30年 这个房子旧了 可能这个房子本身 只是10万 说5万 对不对 可是大家知道 币在涨价 我们说房子涨价 最大的原因是 币在增值 就是说 这块地方的币在增值 人口越来越稠密 然后呢 币就增值了 而作为那个房子的 那个本身的增值 并不是很高 甚至要要 要币家的 就是说 因为房子越来越旧了 那么到时候说 这个房子 过了30年了 我50万买 买进的 可能就卖掉的时候 是100万了 那100万的话 有可能说 你的币是80万 那房子 是20万 因为 那个 当然 因为 建筑材料也在涨价 那么可能 说 你这个房子 如果现在人 把它建签 要花多少钱 那为了 就是这么多钱 所以 这个跟我们 在出租的时候 产生的那个 择救 是没有关系的 倒是说 在报税的时候 有关系 你择救以后 那么 我这个房子 已经用来 来抵税了嘛 对不对 好像我这个 50万的房子 用了 住了30年了 我30年的 那个房子的 本身的价钱 已经全部择救掉了 所以我只有 地皮的 那个 那个 20万的价值 那么 我卖掉的时候 如果100万卖掉 好 那么 并不是说 我买进50万 卖掉 100万 我只赚了50万 在报税上 他说 你还有30万 直接已经用过 你的房子的 在税务局 看了你的价值 价值的话 它叫 Tech Based 而不是说 我们说 那个成本 这个两个 在买卖上的 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成本 就是 税务成本 税务成本 就是剩下20万 所以呢 这个100万 卖掉的话 税务局认为 你赚了 赚了 有得是 增值是80万 以80万来保税的 嗯哼 这样 当然 有的朋友就会说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 我出租的时候 我做持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最好 我还是要去 上出租 是 那么不一样 两个不同的 因为你每年 把那个持就 用来去抵税的时候 它抵的 叫 Ordernal Income 也就是说 你的税率 是以 你最高税率 赚为准的 比如讲 如果你的税率 是30% 那么你省的税率 是30% 相当于 嗯 好了 你在卖掉的时候 是一个 长期的资本利得 他认为是 那么长期资本利得 的税率的话呢 不是你的 Marginal Tax Rate 而你的 长期资本利得的 税率 现在呢 就是说15% 嗯 或者是你的收入 超过25万的话 那就20% 嗯 也就是说 你不会拿 那你去交 30% 35%的 那个税 所以 这很花的 特别是退休以后 如果你没有别的收入了 如果卖掉的话 那非常花的来了 如果你的税率 在15% 是15以下的话 那么 你的这个 长期资本利得 也就是卖掉这个房子 得到的那个 增值部分 那那个增值是免税的 就是没有 税率是零 他们不叫免税 税率变成零 是 那么实际上 就根本 根本就 不用交税了 OK 当然如果你 收入高 把你的收入抬高了 那就会要交税 所以很多朋友 又会 助理的时候 卖的时候 他叫分期付款卖 也就是说 买你房子 不到银行贷款 你这个房东 要卖方 直接给他贷款 因为我也不需要 马上要这笔钱 又拿了 要去买别人的投资 我只能退休的时候 希望能够有一个 像退休收入一样 汽水长流 那好了 我就卖给你 然后呢 你每个月 给我付3500 对不对 那么正好 我补贴我 每个月的开支 这样的话呢 变成了你的 那个增值部分 不是 那个卖的那一年 这个80万 一定要马上交税 那么他根据你的比例 比如说80万 100万 那个比例 那其中 等于说80%是挣来的钱 20%是你自己原来的 这个成本 所以呢 你分期付款拿到的钱 他也是 比如说我分期付款 一年拿到了5万 我分期付款给我的 好 5万里头 就80%是要交税 那么 就4万块钱是要交税 2万块钱是要交税 那么4万块钱交税的话 那么 如果你没有别的收入的时候 这4万块钱 肯定是你的税率 只有15%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交税 你的税率是零 也就是说 你如果分期付款 那变成你这个80万的增值 可能这么分摊以后 最后根本不用交税 是 所以 哇 朋友们 会不会觉得 我们今天一下子 怎么样子时间会过这么快 其实还要请 Steven 请姚立刚会计师 继续在谈 这实在是太有用了 真的是太太太有用了 房东们 太太有用了 不过没有关系 明天早上 在local news之后 我们还有 你问我答 睡睡平安 我们会继续 请会计师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会直接的分析回答 今天我们的时间 已经到9点02分了 已经往后推 继续了三四分钟了 不过呢 再一次的谢谢Steve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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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用了 太有用了 太精彩了 朋友们节目播出之后 可以到我们的网页 或者是在YouTube上 可以继续的点播 重新再听 谢谢Steven 我们明天空中再聊 好吗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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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